66. 新經報Holmes與佩茲公司利益生態鏈調查Holmes 被指本輪股市暴跌聚灰禍首,佩茲公司看中期二級分倉功能 曾瑞橙購家 為師母開發 2015年7月22日經濟新聞金融 B.08國永芳調毅波伴隨著此輪 A. 股的暴跌,增罪Q.指及其研發的Holmes系統 近日走進了大旦紅磊漾A. 躺在了A. 股暴跌的風口A. 股市場因場外配資等槓桿資金的搖動而風漲 近期又因去槓桿而狂跌,被指本輪股市暴跌聚灰禍首的Holmes系統 為場外配資進入股市的主通道 增罪Q.指的Holmes系統及市場上佔比較小的原件系統 和場外配資之間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Holmes系統僅視為配資公司提供分倉管理技術之此 宣布關閉Holmes系統帳戶開立功能後 對增罪Q.指業職影響幾何? 場外配資行業的盈利機制如何運轉? 《新經報》記者帶著這寫問題否釋 增據Holmes與配資公司背後的真相? 股市暴跌Holmes系統被推向台前場外配資活動 主要通過增查室Holmes系統 上海明創和和花信系統接入證券公司進行 其中Holmes系統接入客戶資產規模約4400億元 佔總規模近90% 6月下旬開始 A股市場開始暴跌 在眼看就要失控時 監管曾出手了 7月3日 21家券商發聲明 撤困配資公司通過Holmes連接證券公司的端口 中國證券業協會增發佈對場外配資調言 結果稱 部分場外配資活動對證券公司信息系統安全帶來較大風險 涉嫌違反帳戶實名制 禁止出借證券帳戶等相關規定 一時間 股市暴跌的原空指向了Holmes系統 增序 指開發的Holmes系統也走進了大參禮央 C 到底 Holmes系統與股市暴跌 場外配資存在什麼關聯 7月12日晚 證監會發佈關於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 再度出手打擊違規配制 7月13日上午 證監會突訪Holmes系統開發公司增序 Q指約談公司多位高管 就在同日7月13日 增序 Q指發佈公告 稱公司擁護監管曾維護股市的決定 但否認Holmes是導致股市暴跌的根本原因 增序Q指在公告中公布了其強制平倉的數據 相比互心兩市近30萬億元的成交量 通過Holmes系統被強制平倉的金額總數僅有301億元 佔總成交量的0.104% 中國證券業協會公布數據顯示 目前場外配置活動主要通過增查室Holmes系統 上海名創和和花信系統接入證券公司進行 三個系統接入的客戶資產規模合計近5000億元 其中Holmes系統約4400億元佔比近90% 另外 上海名創約360億元 和花信約60億元 增序Q指每屆負責人高數新經報記者 上述數據是把私募的資金加在一起 場外配置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具體各佔比多少不清楚 配置看中Holmes二級分倉功能 Holmes系統最初的主要功能是散營分倉 方便基金管理人讓不同交易員進行分倉管理等 後來出現了二級分倉功能 讓場外配置借機降低投資門欄信猛增長 增序Q系統為何一家獨大配置市場 Holmes的誕生就是為了股票配置嗎? 投拿網每家經理董小姐向新經報記者介紹 增增其他幾個系統區別不大 投拿網選擇增序Q是因為市場上都在用增子 此外也因涉及其他方面合作 幾家勸商人士告訴記者 因增定義由W性要好一些 同花信的配置系統和他的傳統交易系統是綁定的 所以一開始註冊就是實名制的 同花信一位相關負責人向新經報記者表示 因此用同花信做配置的也比較少 7月16日,增序Q旨在發公告 宣布將關閉Holmes系統任何賬戶開納功能 關閉Holmes系統現有零資產賬戶的所有功能 並通知所有客戶 不得再兌現有賬戶增資 即在發生強制平倉時 投資者無法再補倉 緊接著,上海名創和和花信也暫停新增有關 配置系統的業務 三家系統提供商直連關閉配置業務 闢稱干係 但據記者了解 起初Holmes系統的出現與股票配置業務關係不大 公開資料顯示 陽光私募2010年左右開始在中國迅速發展起來 一些管理資產數額較大的私募基金客戶 需要使用更專業的系統去管理資產 此時增序Q旨在針對公務基金系統基礎上 開發出了Holmes系統 並於2012年上線 Holmes系統最初的主要功能 是散營分倉功能 此方便了基金管理人讓不同的交易員進行分倉管理 交易風控等 後來,Holmes系統出現了新的功能 即架靠在散營信託子單元下的二級分倉功能 也是這個功能 讓場外配置活動遮機信網增長 起初掛靠散營信託的子單元是有門檻限制的 100萬元至300萬元不等 一為信託人士向記者解釋 有了二級分倉以後 就把場外配置的入場門檻幾乎取消了 所謂二級分倉 就是配置公司把散營信託交易單元租過來 再通過把單元分倉拆分給投資者 這個時候,投資者認購的就不再是上百萬門檻的一個信託計劃 而是分配了其中一個交易帳戶,也意味著幾乎沒有門檻了 上述信託人士稱 這個功能的出現 使得配置槓桿配數幾乎無限制 瘋狂的時候出現過一時十分起 配金額低至二千元 據稱,以前監管曾時允許配置公司去租信託交易單元 這次股市大跌,嚴查之後直接把這條路封死了 大小信託都不允許做了 該人士說,投資者為什麼選擇場外配置而不是正規均融資用勸 首先可能覺得兩融的槓桿太低 其次就是有看眾的股票做不了融資 再者就是兩融的門檻高 上述信託人士說,物指站上四千點以後 配置客戶中中小投資者的數量顯著增加 被指槓桿推手增銳院儲管Holmes系統等 為股票場外配置的增長提供了通道 被指是此輪槓桿市的推手 公司員工稱,Holmes佔公司業務量不大 一家中營券商的營業部經理告訴新京部記者 Holmes系統、上海名藏 同花信等為股票配置提供了便利 也為場外配置的增長提供了通道 其式配置軟件供應商在此輪槓桿跳動起來的 行程背後扮演著推手的角色 上述圈商營業部經理稱 以中小投資者大舉配置的湧入 也成為此輪A股行程中 場外配置業務野蠻生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對輿論,增罪Q指7月13日公告稱 Holmes施增行碼P 以無基金開發的技術工具 目的是為適應讓光施毛等中小資產管理機構 提升投資交易管理和風險控制能力的需要 Holmes被稱作引發股市震盪主力的說法是不客觀 亦是非理性的,公司董事長彭正剛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 場外配置量肯定是有的,但到底有多少 偵查,不知道的,增丁曹 此統不視為配置開發的,而是為了解決洋光施毛基金需要 對於此次關閉Holmes帳戶開納功能對公司業值有何影響? 曾序Q指董事長彭正剛告訴《新京報》記者表示 一切以公司的公告為準,不早過多解釋 公司現在處於敏感期,根本不讓提任何關於Holmes的內容 內部給各個部門發了好幾封郵件,命令禁止大家都不許亂說 多名曾丁壽語作人緣稱,其實在他們自己看來 對於公司沒什麽影響,Holmes佔公司的業務量其實不大 Holmes業務指公司半年虧損上千萬Holmes偏向於賣平台 採取打包費用的形式付費,不以提升為主 負責Holmes系統開發和運營的指公司增銳引口 W 半年虧1514萬元,記者7月16日走訪了 位於杭州市濱江區江南大道的增聚 Q 指大廈,一棟21層高,一棟15層高,均衛增聚 Q 指所有,今年新招聘了好多新員工,有上百人 一位增聚Q 指工作人員高數記者,公司這幾年發展很快 公開的員工數目前有三千至四千人 如果加上北京、武漢等地的外派的人,估計有五千人 增聚Q 指2014年年報顯示,截至2014年 使用Holmes系統的私募客戶已過千家,資產規模過千億元 快速發展是否與股市火爆有關 大廳內一名增聚Q 指的員工告訴記者 增略 F H O M S 系統,還有其他創新業務 當然肯定有一定關係 增聚Q 指7月16日發布的2015年半年報提到 收益於金融市場的發展、創新與變化 客戶需求持續增加 公司主營業務獲得較快發展 上半年整體營利近1.14億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60%至100% 此前年報顯示,2014年及2013年增聚Q 指的淨利潤分別為3.61億元和3.23億元 增長幅度分別為11.51%和61.8% 精精日想的增聚Q 指 突然被關閉了H O M S 系統 增聚Q 指稱此舉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司 2015年利潤 公告顯示,負責H O M S 系統開發和運營的 指公司增銳人求賊上半年虧損1514萬元 增據H O M S 系統到底是如何營利的 一家中營券商的營業部經理鄉記者 是讀了目前增據H O M S 、名創軟件 和花信軟件等收費模式 該營業部經理稱,這些系統軟件收費一般分為三類 一是基礎年服務費加為護費20萬至50萬元左右每年加5萬元左右每年 二是增值服務費、量化、策略等一些增值的無費需求單獨付費 三是按照交易流量佣金來收費 一般是雙邊收費,單邊千份之三左右 上述業內人士向記者提供一組測算數據 假如一家配資公司10億元規模,按照月換手率兩次計算 系統軟件在單家配資平台的一個月的佣金收入累計超200萬元 Homes 偏向於賣平台,比喻打包費用一年50萬外加 每年支付一定的服務費,不以提升為主 其他有的對系統不收取平台費用,但在投資者交易佣金想收提成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雖然Homes 不以提升為主 但據時代週報報道,Homes 在推銷系統時會刻意強調配資功能的強大 且證券公司的很多銷售人員也介入了其中參與分成 新京報記者對此採訪爭罪 但直至發稿時未得到回應 對話專家如監管不成熟,場內外融指導應關閉武漢科技大學 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 曹和平方正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 新京報 如何看待Homes 與場外配資之間的關閉 對場外配資及其系統供應商是否存在法律空白 對此,新京報記者採訪了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曹和平方正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 郭艷雄 新京報 如何看待Homes 與場外配資的關係 董登新Homes 此產品就像一把菜刀 菜刀的主要功能當然是切菜的 但是市場發展過快沒有辦法防止有的人用菜刀去做別的 比如砍木頭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使用Homes 系統的配資公司 應該是負主要責任 因為把槓桿提高到無限大 促使 股市場的散戶跟風進來 曹和平 我不認為是新技術條件導致的暴跌 而市場外快速拓展 但整個市場的管理體制不能夠跟上 導致的大跌 郭艷雄 Homes 系統只是一個配資工具 利用好料可以為資本市場服務 利用不好料則會帶來麻煩 監管曾此前增發過公告 Homes 是配資量最大的系統 等於是本輪步跌的一個催化劑 即使沒有配資業務和Homes 系統 股市也會下跌 因為二季度股市泡沫已經很厲害了 新經報 目前對層外配資及其系統供應商 是否存在法律空白 董登新 層外配資本身就是一個新生事物 大魔界 F 了解和認識 從監管層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來 郭艷雄 監管曾此前可能並未對配資進行摸底調查 存在一些監管空白 所以才有最近央行等中央部門下發的 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新經報 配資或兩融未來如何做 有什麼建議 董登新 融資融圈條件還不成熟 如果在監管不成熟的情況下 我認為無論場內場外融資的都應該關閉 當投資者沒有足夠的風險承受能力時 更應該關閉融資融圈 這次股市暴跌 很明顯是高降降風險原因造成的 曹和平 按照市場邊界拓展的內在邏輯去管理 即對核心市場有一些授權 從而向外圍市場去拓展 郭艷雄 未來的話 場外配資很可能被招安 納入制度框架 版新經報記者郭永芳調毅波 杭州 北京報導